那先給你們看一個這個 這就是 他們備註還蠻用心的 EBO9PEN參賽資格贊助 助其開得勝 好不好 膠帶弄得太死啦 膠帶拆不開我們用暴力拆法吧 很生氣啦 好痛 我的手 OK 他用這個包住 可以這個很安全 我看一下裡面有沒有什麼現金之類的我看一下 好這猴子裡面就是兩個保麗龍跟這個什麼東東 螺絲起子跟 產品保證卡 然後還有兩個黑色的按鈕 就是如果你不要用的話你就是把 那兩個按鈕 換掉換這個 那就這一隻 這真的蠻重的 就這一隻 那這隻 結果在八樓偶爾會用啦 我先轉轉看 喔還行還行 三盒的 按鍵搖桿基本上是三盒的 那其實玩起來應該不會差太多 我真的應該要建議他們就是把這個START 從旁邊拿掉 因為有的時候他們一個在 一個按 如果我之後再刷最初天狐按到這個的話 我就爆氣 但是我還是 好不好 推薦 這個東西 放到旁邊或後面 除此之外都不錯 好不好 除此之外都不錯 目前搖起來 感覺是不錯的 然後還有收線盒 還不錯你看他收線盒在這裡 可是他收線盒沒有蓋子 我看一下喔 收線盒真的沒有蓋子 沒關係他收線盒沒有蓋子 他也不會出來 好不好 OK的 然後這個是PS鍵 這個是Turbo 這個是blahblah OK 好重喔 這真的很重啊 我這邊他們可以體諒我一點吧 就是特製做一個輕量化的給我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凱蒂的優點在於說 他 比較便宜 那像這隻的話 他的價格好像是 我不知道供訂價多少啦 他上面給我的收據上是寫4990 所以就以5000塊來說 應該是不錯啦 因為5000塊的大搖 老實講在各大大搖裡面算是比較便宜的啦 算比較便宜的啦 所以如果你們的預算沒有那麼高的話 然後想要一個不錯的大搖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個好選擇 我覺得大搖主要有幾個要點就是 第一你要 他的大搖夠穩 就是他的要大一點 稍微大一點 這個的大小再小一點點 最起碼這樣的大小 就讓你在搖的時候 他不會整隻一起晃 那這種大搖就是可以 像我以前最小最小的時候 我第一次買的大搖是一個500塊的 然後他的整個大小大概就是 就是這6顆箭 就是現在這樣 這6顆箭的大小 就是大概是這樣 500塊 然後用了之後我就是各種搖 然後各種轉不出來 因為就是我一搖的時候搖桿隊跟著我一起動 所以那個搖桿就是我用了兩次之後就把他丟掉了 浪費500塊 所以如果你們要買大搖的話 好不好 沒有什麼預算的話 凱迪特是個不錯的選擇 他應該會有一些比較便宜的 目前這一款來說他是全三合的按鍵 然後 有大面板 唯一一個比較有敗筆就是這個按鍵在旁邊 這個START在旁邊 不過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開關的話那就還沒什麼問題 你看我這樣轉他是不會晃動的 你看就是這樣 我的筆電在晃動啊這不算啦 有沒有就是搖桿最最最基本的搖桿就是這樣 就是你這樣 放在桌上或放在腿上 這樣搖的時候是 不會亂動的 這是搖桿的最基本 我之後就是帶這個搖桿去比賽 那這搖桿如果之後拿到了一個好成績 的話 我就把這個幸運的搖桿抽出去 那如果拿到了不好的成績的話 我就把這個帶扇搖桿也抽出去 好不好OK的 那之後想要怎麼抽的話 每個人先收個2000塊 然後就可以參加抽獎的資格了 OK的 所以你只要就是 如果假設只有一個人參加的話 那你就用2000塊 抽到這隻搖桿 太神啦恭喜你 那過了一個禮拜 我試用了 凱琳赫這個 忘記是哪一機了 還有很多種機啊 什麼黃色機 BLABLABLA 還有一些金色的 反正就是這一機 然後我試用了大概一個禮拜 那我一開始覺得 他的這個按鍵可能會按到 不過 目前為止好像是沒有按到過啦 因為六樓也有一個類似這一把的 好像品種不一樣 但是 版型是一樣的 我上次在六樓的時候大部分都是用這一把 就是那邊的這一把 去打 然後打到冠軍了 還不錯 因為我之前是用基因按鍵在家裡的話 除了有點吵之外 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的 打起來是蠻流暢的 然後目前沒有什麼誤出或者是 一些搖桿上的問題 什麼搖桿會搬前走啊 或者是按鍵沒有反應之類的 目前倒是沒有 這次就是代表凱琳特出去日本 去參加EBO9配 那基本上 好不好 盡量拿 盡量拿 希望 可以拿這個搖桿拿冠軍 好不好 OK的 再見 請就坐在那邊 好 嗯 謝謝